好 各位好 我們現在量的兩個訊號 都一格大小 一伏特 看起來都這兩格這一格 這樣的畫面顯現是很漂亮 很好用的 但是如果今天齁 我們的訊號 政府如果變得很小 變成只有原來的一百分之一 那就 你就看不到 而且 Amplitude 還可能量不準 我們現在觸發調一調它看看 Amplitude 2 Current 它已經寫星號了 它量不到了 因為太平了 這個都量不準 那怎麼辦 那你就是要試著把Scale調大 調大 調大了原來你發現 調大的訊號是這個樣子 這麼毛 而且 如果你今天對這麼毛的訊號觸發 我們現在是觸發一 我們看這麼毛的訊號要注意 我們最好不要用它觸發 用跟它同向的一個訊號 例如這個黃色的比較大的訊號觸發 那通常我們就是會 等於是直接拿一個這個 藍色的它的同步訊號 是3.3伏特 那只是現在我們沒有用同步訊號 我們用旁邊這個黃色的訊號代替 我們也可以把黃色的訊號改成同步訊號給各位看 我們把黃色的改成它的同步訊號 各位就會發現 這就是你在觀察小訊號的時候 你用它的同步訊號的好處 就是它有很大的一個Range給你 把觸發調得很好 那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可以試著把Trigger Source調到2 然後 你覺得都在跳 你以為Trigger Level 現在機會一下 這個Trigger Level在高的位置 你可以給它按一下 它會停在中間 不好找的話 但是 我們現在已經是在2的範圍內了 可是 觸發 始終是很不聽話 始終是很不聽話 它沒有 它沒有好好的停下來 沒有好好的停下來 這個東西 我們要用 剛剛講過了訊號的吼盒 都在這個TENO1、TENO2藏在裡面 然後這裡有懸播 現在是 現在是這個 交流 我們通常訊號可以不要用交流偶 剛剛助教是為了示範 只要平常沒有特別講 通通一律直流偶 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的過失漏掉平均值的交流訊號 直流訊號 所以我們都用直流偶 那用了直流偶以後 我們就知道這個訊號是真的存交流 那我們試著在Trigger Level上面想要抓住它 看不清楚 它會飄動 那 這時候我們就要在觸發裡面 找Setting 比較進一步的設定 裡面會有 觸發的Couple 它是直流偶 很好 我們觸發也是什麼訊號都看得到 很好 但是我們沒有必要 因為它只是觸發而已 我們可以 對觸發訊號 設定高頻鋸刺 High F Rejection 讓它上面的這種高頻的小訊號 通通都被擋掉 就可以 就可以觸發的很清楚 那 那個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看得到 經過高頻鋸刺以後 觸發訊號就可以 恰當的停下來 好 好 那 但是 各位還是知道 因為訊號非常小 所以 這個 Amplity 就抓得 不漂亮 也不是很 也可能就不是很清楚 不會抓得很好 那我們在試著 用一個功能 叫做 Acquire 裡面 看下去 它這個 Acquisition 有Normal 有Average 我們先試試看 取一定的Average 的次數 不要取太多次 就取個 8次 16次 就很好了 它會把剛剛那個 Noise 很多的訊號 平均了以後 它就可以 平均成一個字 17點多 18點多 跟旁邊 還做產生器設定的 Implity 20 我們預期要做的值 是非常接近 所以透過平均的結果以後 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那但是如果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剛剛的這個高頻巨次拿掉 setting裡面把高頻巨次拿掉 變成DC 各位就會發現平均值抓不到 OK 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平均值 它會飄動 飄動的 訊號會飄動 飄動的結果 呃 就平均不了 因為我們現在把平均拿掉 給各位看不平均的結果 它就是之前這樣子 就是 觸發都觸發不了 當然平均就會亂掉 所以要做這麼小的訊號 一則以把Trigger訊號改成旁邊的同步 如果沒有好的同步訊號 針對這麼小的訊號 就請記得 Trigger Source 要把它調到高頻巨次 請注意喔 這是Trigger Source的高頻巨次 不是傳統的Trigger 的傳統的Coupling 那這樣以後 你可以用Aquire 用個平均值 不用取太多的次數 大概 像這樣16次 就可以抓得很好 不過 各位可以看看 這旁邊有一點點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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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出來 這個藍色的 冒出來一點點 這本來是 黃色的 這個Overshoot的訊號 可是 欸 藍色的也會有 那各位 之後 如果做函數產生器 有用不同的訊號 或Channel有不同的訊號 會有一個叫 Crosstalk的現象 Crosstalk 這個不容易 那各位 就記得這個字 去查Google 這叫串音 就是兩個Channel之間 會互相干擾 尤其是高頻訊號 會干擾來干擾去 所以要針對高頻訊號 兩側的時候 要有一些條件 那訊號簡單講 就是 兩個Channel中間 有一個電容 那只有高頻 才能過那個電容 所以會有這個干擾現象 好 那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然後也看到平均的威力 事實上還有一個 一樣很有威力 除了平均 我們先把平均拿掉 回到Normal 是這樣 有一個是更 很直接 就直接高解析度 高解析度是什麼意思 按下去 它就直接點對點平均 那平均的結果 在大部分條件都不錯 只是不要超過10kHz 簡單講 超過10kHz 可能高解析度效果不好 那我們以後 如果針對音訊做中頻 在10kHz以內 用高解析度都不錯 那不過助教還是覺得 你如果可以善用本來的 這個條件 然後去觸發高頻率是做好 用這樣的條件 高解析度或平均值 就可以得到很理想的結果 旁邊的Major的值 就會很準確 經過統計以後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那原則就是 把這些補充 跟大家說明